創作歌手陳其真出了第一本《攝影集》 他所崇拜的攝影大師柯喜傑為他站台 稱讚陳其真很純真 作品中還能看見他對視覺的敏感度 在拍照的時候 你還是能夠隨時感覺到 哈瓦那的天氣 濕度大概超過80度 然後氣溫永遠也是超過38度 一張張半格 寬幅照片 薄有底片相機 特有的質感 歌手陳其真拍下 曾經隔絕在世界之外的 古巴首都哈瓦那 物質上是限制很多的城市 其實很多事情都讓我很震撼 但是沒有一件事情的震撼度 比在清晨5點的時候 看到一個小男孩 在海邊很安靜的看 望著大海 對 那像台北一個這麼 娛樂這麼多啊 然後電視啊 網路啊 就是不管大人小孩都很多 很多消遣 然後很多事情 可以讓自己分心 我想我也許很難再有機會 可以看到那個景象 因為喜歡古巴音樂 陳其真四年前到古巴自由行十天 每天清晨他給自己的功課 就是向海提大道報道 每次都有不同的收穫 我覺得這個封面也會是這本書 其實要說的很重要的主題 對 就是怎麼樣讓自己的心 可以安定下來 不管你在什麼樣的地方 不管你是什麼年紀 陳其真很崇拜的攝影大師 勾臨86歲的柯錫捷 特地來現場為他站台 看了這個 覺得很可愛 這個小很純淨 純真 他有他自己的一個 這個對視覺 視覺的這個敏感度 陳其真說柯錫捷用攝影 體會世界的方式深深影響著他 他也用同樣的態度去認識 哈瓦納 你就是隨著你的直覺 看或者是你遇到的人 看他帶你去哪裡 那我覺得人生能夠完成這樣的旅遊 而且還把它拍攝下來 就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 陳其真形容這是一場壯遊 他用鏡頭帶大家看見一個屬於他自己的哈瓦納 UDN TV綜合報導